好 那廖老師 在宜蘭的羅東 也有聽過很離奇的故事 對 這一個也是我在 就是年輕的時候 做房地產的時候 就是有一 我那時候很多 台北的建商會來那邊看土地 他希望我幫他找一些土地 因為我做代銷就賣房子 他們會就是說一併叫我說 可不可以介紹比較地段 比較好的地方 那那時候就有一個地段 還滿好的 他是在羅東的邊界 但是雖然是邊界 但是他還滿熱鬧的 然後路也還滿大的這樣子 那我就那時候就會有一些仲介 都來跟我介紹土地 那我就建商喜歡這一塊地 我就找了一個仲介 他常常介紹我土地 我就說 我有建商喜歡這一塊地 那你要不要去查查看 這個地主是誰 然後建商要買 我就這樣講 然後這個仲介就跟我說 了解 我們不要做這個行李 我就說為什麼 他又不講 然後一直到建商 一直電話催我 那時候我大概已經經過了 一個多月 說了解我 我問的那塊地有沒有消息 我又找了這個仲介 因為這個仲介比較 比較實在 比較誠懇 然後我就又問他 然後最後一次我就說 我們再去看那一塊地 然後他說要不要看看別塊 我說不要 就去看那一塊 然後他說了解 我勸你不要 我們不要買賣這一塊地 好不好 我說你要告訴我為什麼 這樣我跟建商沒辦法交代 然後他就講了這一個故事 他說原來這一塊地 其實已經很久沒有人住了 因為那一塊地滿大的 然後有庭院 那後面都有種一些桂花樹 那這一個房子的前面還有空地 空地前面有一顆玉蘭花 那這一顆玉蘭花 一般人會看著說 哪有那個玉蘭花 枝也大森 很像榕樹這樣 它又灌起 又趴下來這樣子 開枝善葉這樣 很大森的 然後他就說 你有沒有看到那一顆玉蘭花 我說有 好大一顆 他說他那個手枝都選擇這個玉蘭來 你知道嗎 每一次有小孩子去頒這個花 有人會喜歡那個花香 玉蘭花 就有事 有人在賣 有一個人在賣 說有人去頒那個花 就要去收間 就有事 我說這麼離奇 有這種事嗎 然後他就開始講 他說因為這個本來是住了一對老夫婦 然後他有一個女兒嫁到台北 然後就是他們家 其實就是這一塊地滿大的 他還有其他的土地 就是說 可是他們就唯一一個獨生女 對 他本來就是說 這個女兒看得到 嫁父親我們路東的小孩 沒有 他就嫁到台北 就嫁到台北來 可是剛開始還蠻幸福的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 這一個女孩子本來會 常常回來看父母 隔了幾年之後 就久久回來看父母 那有一次父母就發現說 這個女兒回來怎麼好像眼角有傷 這個女孩子就跟他的父母 怕他擔心就說 他不小心跌倒 原來是這一個老公有了外遇 這樣子 然後可是女兒都一直沒講 這個事情是一直到最後 他的父母才知道 為什麼會知道 就是開始這一個狀況就來了 這一個女婿就開始會回來 看他的岳父岳母 就嫁得很優好的你知道嗎 然後掩飾說 其實他外面有外遇 然後有一次 他就跟他的岳父岳母說 爸媽 你都住路東 也稍稍去來台北 我跟女兒 她就說女兒的名字 就是說我要安排 你們兩個去日本玩好不好 你們不要出國了 那一四人這樣輕輕欺欺欺 都不要出國來我去安排 你放心錢都我付 然後他就安排他的岳父岳母 去日本玩 那玩玩的時候 他就買了伯母 就說你叫我女兒回來拿 這個要送人這樣 可是他就說女兒 你女兒因為他女兒在賣衣服 然後他就說 他跟朋友說要做一些 厚酒的東西 就去厚酒看什麼 看什麼 看藥品這樣 然後一去就半個月還沒回來 他就說沒有啦 他們又順便去玩 一個月又沒回來 就這樣找了很多藉口 女兒半年都沒回來 也沒聽到聲 每次打電話到台北家裡 都是怕什麼 對 一定有問題 然後他就用盡了各種的 這個藉口這樣子 然後到最後半年多了 一年了 快過年了 女兒都沒回來 這個爸爸媽媽就跑到台北 這個怕殺手的 他說爸媽 你就不用煩惱 你女兒真的就是去哭哭了 然後你看他的衣服都好好在吃 你不用煩惱這樣子 那後來這個媽媽就一直覺得 心裡很不安 常常做噩夢 夢到他女兒在哭 然後觸鼻刀開始來跟他說 莫米朗你們刀怪怪 我怎麼會常常 晚上在這裡驚過 以前的人會騎腳踏車 都會看到那個玉蘭樹下 有一個女生在哭 看起來很像他女兒 他說我怎麼會看到你們女兒 就是這樣 三隻拔枚 哭的你們那個玉蘭樹下 會面在那裡哭 好可怕 對 然後我不是看一次 我頭一次是說 那不是 老公沒完結他哭哭 我看兩次這樣 然後他媽媽說 沒有 我女兒就沒回來這樣子 他說我也陰謀 我女兒在哭 那後來他爸爸就決定說 我們還是要報警 結果報警料 以前又沒有監視器 也沒有什麼DNA比對什麼的 沒有現在那麼發達 對 然後警方又到他臺北的家 去搜索 也沒有發現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一直到就是說 鄰居有人去拔那個玉蘭花 他們都說 你們來辦我們玉蘭花很大張 你們來辦這樣 辦下去 回去喔 只要拿回家裡 那小孩 家裡有小孩 晚上是靠媽媽 就去太怕這樣子 他們覺得你們那個玉蘭花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陸續有更多人看到 他女兒就蹲在那個玉蘭花 花的底下在哭 然後有一次他爸爸就去 那個他們的草薄 這樣去除草什麼的 他也覺得怪怪的 有味道 就去報警了 去報警那已經幾年後了 結果報警警察一挖開 一個布袋 我們以前有 DV戳的有一種 麻布袋有沒有 有一個布袋在裡面 裡面挖出來 挖 是他女兒的尸首 女兒被他殺害了 對 已經 然後埋在那邊 埋在那邊 對 埋在那邊 那後來就警方的一個 抽屍剝繭 才知道說原來這個女婿 兇手是女婿 女婿就是有外遇 然後殺害了女兒 然後就趁他說要安排 他的岳父岳母去日本的那時候 就把女兒已經埋在底下了 然後這件事情才曝光 然後這一個仲介跟我講的 我說這樣 他說這等於就是兇宅 他說為什麼我們不要做 就是當那個麻布開 那個打開之後 他的媽媽看到女兒的屍體 第一個暈倒 不到一個月 媽媽就過世了 然後這一個老婆過世之後 這一個先生就只有一個人 孤苦伶仃 然後不到一年的時間 太過世了 對 太震驚 太傷心了 太傷心 然後最離奇的是 後來我聽了這個故事之後 之後我就要再找這一個仲介說 你再幫我介紹其他的地 我就跟這個建商說 不要買那一塊 我怎麼一直找 以前又BB扣你知道嗎 就找不到這個仲介 怎麼找找不到 然後我就開車去他家 你知道 我就去找 問他太太說 你先生呢 他說去討養 他生病了 他跟他有什麼關係 好 那我就去醫院看他 你知道嗎 他說 瞭解我 不應該在那個 玉蘭花的頭前 跟你說這個故事 可能我說了 對這個 實則比較不盡 然後他說 我回去之後 開始發高燒 然後吃東西 吐啥吐啥 晚上我一直夢到 這個女生來 來找他 就是說 他說 你為什麼要跟我說到這樣 為什麼要說我的事 然後他就一直做夢 後來 我說 你不是佛教徒 我也是佛教徒 你要不要念往生奏給他 還是念一些佛經回向他 我在醫院這樣子 他說 對 我怎麼沒想到 後來他就念經 回向回向 他就出院了 對 院子可不可以種玉蘭花 院子可以種 可以種 怎麼樣 你唱什麼 我想說你要胡亂問這個 有的人說 玉蘭花就不適合種的家 這我就不知道 但是以前的人 也有很多人會種 種含小 桂花 柚蘭花 桂花是還好 對 桂花我覺得還不錯 桂花有桂花香 當然玉蘭花有 玉蘭花香 對 可是玉蘭花 好像都悲情比較多 你看漫蘭鹿的花 玉蘭花 如果要玉蘭花 都寫得很可憐 桂花有這首歌嗎 有啊 你唱一首 我忘了 怎麼那麼小 小時候聽的 不會唱 新聞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 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